大家知道吗,休斯顿的Woolens社区从1974年开始开发,至今快50周年了。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位于的Woolens 77382,房子是2007年建的。 对于在Woolens50年历史的社区,这间房子相对而言年份比较新。 房子处于小区弯道位置,瓦顶,车道全铺了砖。 房子的县主人已经把房子清空搬走了,绿化有一些欠打理。 它的面宽比较大,两个车库们就并排在房子的前面,停车还是挺方便的。 全屋都是采用Stackle的外墙。 美国没有供摊面积,建筑面积在3270尺。 这个数字里面是不包含车库的,占地面积7762尺。 这间房子是大平层。 三个卧室,两个半洗手间。 进门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房子的用料相对比较扎实。 窗户是升级的全木质百叶窗。 公共区域大多数都用了石木地板铺设。 主餐厅用了半墙的护墙板来装饰。 这个书房就很厉害了。 靠墙的书柜和天花板都采用了大面积的石木。 要知道在美国用木头装修都是很贵的。 我感觉有一点老前锋。 书房左手出来就是储藏室。 然后就是这个房子的客卧区域。 两个客卧都有自带的独立衣帽间。 朝向是一间面朝侧院。 另外一间是面朝前院。 整套洗手间是连接两个房间的。 有厕所、淋浴以及两个分开的洗手台。 两个独立洗手台是加分项。 这样使用起来也就互不打扰。 在美国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房间是否要买衣柜。 因为卧室带衣柜是一个标准。 房间右手转出来就是客厅。 客厅带有壁炉以及电视柜。 餐厅风格复古又很大气。 旁边就是早餐厅。 早餐厅和客厅各有一个门通往院子。 公共区域的窗户面积很大很明亮。 厨房有双烤箱以及做到顶的吊柜。 烹饪区还加装了可以加热水的龙头。 整个中导台的操作区域很大。 还可以放几张吧台凳作为一个小吧台。 早餐厅旁边还有一个区域可以自由发挥。 你可以放一些健身器材。 或是放一张沙发作为一个看书读报的休闲区域。 往里走就是厨房的储物间。 还有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带窗户非常的宽敞明亮。 还加装了许多储物柜。 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它的车库。 虽然这间房子从外观看只有两个车库门。 但是它室内是可以完完全全停下三辆车。 然后我们穿过客厅去这间房子的主卧区域看一下。 主卧和客卧分得很开,所以互不打扰。 房子的卧室区域都铺的是地毯。 主卧有四扇落地大窗户,所以采光也不错。 然后我们去主卧的卫生间看一下。 卫生间铺的是地砖,双洗手台,浴缸以及淋浴。 虽然是07年的房子,它这个装修风格和色调,一点也不显老气。 和现在流行的极简奶油风也挺符合。 下面我要说一下这个房子另一大优点,就是主卧的衣帽间。 主卧空间功能还挺齐全的,有做了柜子和抽屉。 而且这个衣帽间的面积已经相当于一间卧室的面积了。 走出来还可以看到一面全身镜。 刚刚提到早餐厅和客厅各有一扇门可以通往后院。 主卧这边有第三扇门可以去到后院。 这间房子后院并不是很大,也没有游泳池。 如果你家并不喜欢花大量的时间在后院活动的话, 这套房子也许蛮适合你的。 因为不用花很多功夫去割草坪。 前面开头有说到前院欠打理, 其实后院也是一样的问题。 也许是德州已经步入秋冬, 或是主人已经搬走, 后院并不是显得很精致。 这套房子是3A学区, 在85个。 您是否喜欢呢? 我是休斯顿房产经纪Jessica, 感谢大家的观看。